咽咽炎和咽喉炎有什么区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景阳 陕西省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 咽咽和咽喉炎的区别主要是在于 咽咽是咽喉炎的一个组成部分 咽咽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和喉炎同时存在 构成咽喉炎 它们的症状稍有区别 咽炎的症状主要为 咽干、咽不易物感、咽痛 有的人会有咳嗽、咳痰等症状 咽喉炎的症状一般是 咽干、咽不易物感、咽痛的症状 它还会出现声音嘶哑 严重者会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如果出现了咽咽和咽喉炎 应在生活上调节 避免出现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 多饮水、少说话 避免吸烟、饮酒 可以服务以胖大海、金银花、泡水喝 如果症状改善不明显 甚至出现了声音嘶哑、呼吸困难等症状 出现了咽喉炎症状 建议患者及时就医 给予抗生素治疗 同时服务以清烟力散的药物 物化治疗来缓解症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